从来没有想过TFBOYS的十周年演唱会会如此火爆 这到底是谁的青春 谁的十年 为啥这几天无论多大的万都在做着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8月6日 三年未合体的TFBOYS开启了十年之约演唱会 首站定在西安 几万张的票瞬间就被秒空 当天更有超过十万歌迷前来应援 TFBOYS的粉丝为何会如此疯狂 他们三个队员的实力到底如何 今天我们就先来聊聊TFBOYS的队员之一 易烊千玺 你能想象这个00后的小男孩票房已经累计破百亿了吗 而且票房排名中国前十 这是许许多多在演艺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演员都达不到的高度 19岁就获得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连续两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第36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的提名 而看到这些 你是不是以为才22岁的他 背景肯定很强大 才能拿到这么多的资源吧 那你就错了 他刚出道的时候并不被人看好 在TFBOYS里就是一个凑数的 就是一个小透明 他能有今天的成就 都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的冷眼的洗礼 还好他的承受能力强 一步步披荆斩棘才走到今天 2000年11月28日 易烊千玺出生于湖南淮化红江市的一个普通家庭 杨在其家乡湖南淮化是欢迎的意思 为了迎接纪念千玺年 家人为他取名易烊千玺 在说易烊千玺之前 先说一下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高中一毕业就到深圳打工 成了一个辛勤的工厂小妹 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千玺的爸爸 两人很快坠入了爱河 结婚后不久 易烊千玺就出生了 这彻底改变了他们一家的生活轨迹 有些女人一生都不曾灿烂 但他特别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灿烂一生 周杰伦的母亲是如此 易烊千玺的母亲也是如此 贫寒的出身艰难的打工生涯 让他对于成功和幸福有极度的渴望 他已经平凡如一粒沉沙埋没在岁月中 他再也不希望他的孩子跟他一样 庸碌半生 于是易烊千玺有了一个最残酷的童年 刚开始 生活给夫妻俩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为了生活 他们只能把孩子留在湖南老家 易烊千玺成了留守儿童 终于在他两岁的时候 他妈妈受不了这种相思之苦 于是选择了辞职 成为全职妈妈陪伴儿子成长 妈妈想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必须接触到最好的教育资源 为了让易烊千玺出人头地 妈妈决定带着儿子北上 成为众多北漂异族中的一个 两岁 刚脱离了奶亭 甚至是还没有脱离母亲的怀抱 就已经开始了艰难的求学生涯 他被妈妈带进了培训班 当所有孩子 都沉浸在童年的欢乐时光中时 易烊千玺却早早地踏进了辅导班的课堂 当别人家的小孩周末在睡懒觉时 易烊千玺不到六点 就要起床去兴趣班上课 长时间处在高压下的他 几乎没有跟家里人抱怨过一句 直到现在长大了 他还记得妈妈说过的一句话 现在辛苦一点以后就能幸福了 这是所有为人父母的忠告 更是对孩子未来的殷切期盼 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 才知道幸福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2005年 刚晚5岁的易烊千玺第一次登台 参加了北京电视台青少频道 才艺训练营节目 凭借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周冠军 这是他第一次闯入大众的视野 5岁就上北京电视台 如果不知情的人 是不是又要开喷说他走后门了 从那以后 妈妈给他报的培训班就更多了 中国五民族五现代五拉丁五街五 葫芦瑞斯书法声乐魔术变脸等等 只要是培训班里有的项目 易烊千玺几乎都学了一遍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这个孩子对于这些艺术类的东西 都学得很好 艺术类的东西 很多都是需要老天爷赏饭吃的 他的孩子 有这样的天赋 那么他作为母亲 又怎么能不为了儿子奋力一搏呢 于是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用在了培养易烊千玺身上 他甚至把家里所有的钱 也都砸在了孩子的培训班里 而这样的偏执 别说外人不能理解 就连曾经跟他感情深厚的丈夫 也不想支持了 他们为此还经常吵架 而易烊千玺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家里因为培养他越来越穷 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也越来越差 但换来的却是易烊千玺扎实的艺术功底 2009年 9岁的易烊千玺 加入了飞旋少年组合 生活的节奏变得更快 每次去训练时 他都要坐两个多小时的车 换乘三次地铁或公交 才能到达上课地点 为了尽量少耽误学业 减少请假时间 易烊千玺把很多需要在家里做的作业 放到公交车上 坐在车厢的最后排 他换衣服 吃饭 写作业 午休 俨然把那个小小的后座 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卧室 工作日的时候 忙到不可开交 到周末也照样没时间休息 一大早就要起床 上午去少年宫 参加各种才艺培训 下午坐两个小时的车 去上课外辅导班 辅导班下课的时间 一般会超过晚上十点 易烊千玺从教室出来后 必须要抓紧时间 赶上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 那时为了不浪费 两个多小时的坐车时间 妈妈会随身带一块小菜板 以便让易烊千玺 在公交车上就完成当天的作业 这样忙碌且辛苦的生活 一直熬到了13岁 13岁参加节目的时候 惨遭淘汰 原因就是高晓松认为 易烊千玺的名字很怪 不过因为他的舞蹈功底出色 很快就被星探发现了这个才艺出众的宝藏男孩 并邀请他加入了TFBOYS组合 正式成为了一名艺人 在出道的前几年 易烊千玺的日子仍是过得无比辛苦 这种辛苦不仅仅来源于 每天的大量工作 还来源于外界对他的攻击 易烊千玺加入TFBOYS的时候 队友王俊凯和王源 已经合作两年有余 他们作为时代俊风旗下的练习生 早就合体参加综艺积累了庞大的粉丝群 而易烊千玺的神兵天将 更加引起外界的恶意猜忌 说他是被硬塞进来的关系户 这是他第一次被黑 说他走后门 使得一些不知情的人 也开始对他冷嘲热讽 其实TFBOYS最要感谢的就是易烊千玺 要知道2011年初TF雅族刚成立时 王源和王俊凯先后进入公司 但是两个人都不是舞蹈特长生 2013年公司选择让易烊千玺空降出道 就是看中他可以补充团队之前 没有舞蹈担当的尴尬地位 只可惜 因为性格比较内向 颜值也不算太突出 易烊千玺刚出道时的黑粉数量非常多 平时三人出席活动 只有他无人问津 更有人认为易烊千玺不应该加入组合 说他最小最丑 认为他拉低了组合的综合分数 经常毫不客气地要求他滚出TFBOYS 再后来 再参加活动之时 经纪人更是让易烊千玺 给王源王俊凯二人让路 一起合体参加综艺时 因为易烊千玺不小心挡住了 王源和王俊凯的镜头 一旁的工作人员直接上手 将他拉到一边 他甚至连去给队友过个生日 都会被骂被围堵 有一次有一个粉丝送礼物给易烊千玺 他都会非常惊讶地问 是送给我的吗 反复确认后 才敢收下 在接受采访之时 记者也时常会忽略易烊千玺 此等辛酸事情数不胜数 经常被忽略 被辱骂 被遗忘 被嘲笑 被寄恐怖的物品 让他离开这个组合 易烊千玺都没有退缩 也没有放弃 小小年纪的他 在辛酸中 在恐怖中 在所有的不好的声音中 熬了过来 他终于明白 只有绝对的实力 才能够战胜这些痴魅亡俩 于是他开始沉淀自己 专心苦练演技 拼命地练习唱歌跳舞 他的这份坚持和毅力 就连经纪人看了都大为赞叹 直呼 易烊千玺的身上 有一种超乎同龄人的成熟 慢慢地 收获终于来了 2014年 TF Boys发布歌曲青春修炼手册的MV 该MV已经发布 便打破了五项V榜 及迷思记录 TF Boys彻底红了 2015年 TF Boys发布的新歌 宠爱再次爆火 2016年 TF Boys首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至此 TF Boys中的三人 彻底成了娱乐圈的顶流 如果说在TF Boys的成就 易烊千玺是沾了另外两位的光 那丹妃后的易烊千玺 更是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2017年 TF Boys没有解散 但是选择了丹妃 2018年 易烊千玺18岁 她发挥自己的舞蹈特长 参加了这就是街舞第一季 她带领自己的队员 拿到了那一季的冠军 其实在一开始公布队长阵容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易烊千玺不配 觉得实力不够 咖位不够 哪怕她曾经是团队里的舞蹈担当 但是认知的偏差 让大众觉得一个18岁的少年当队长有点儿戏了 只是她用专业的舞资 和超出年龄的专业合沉稳 让大家心服口服 也让大众对主观的艺术 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在节目中面对选手的质疑 她不仅没有表现出慌张不知所措 而是从专业的角度指出问题 彻底打动选手 也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 最终 她带领自己的队员 拿到了这一季的冠军 易烊千玺 终于在独自发展的路上爆火了 2019年5月 易烊千玺继续获邀参加 这就是街舞第二季 同月 易烊千玺登上时装男士双封面 实现一线和准一线五大难堪单风满贯 那个别人嘴里最小最丑的少年 一下子脱胎换骨了 眉目之间 都是风情 投足之前 皆是洒脱 一贫一笑 得天地之灵气 运万物之芳华 6月 易烊千玺跟雷佳音领衔主演的 《长安十二时辰》上线播出 该剧播放量突破50亿 而易烊千玺扮演的少年李璧 天篇少年 野心勃勃 凭借在该剧中的出色表演 易烊千玺获得中国电视精英奖 最佳男演员的提名 大家只看到他人前显贵 却没看到他背后的心酸 在拍摄《长安十二时辰》时 易烊千玺刚好高三 不仅要上课 备战高考 还要练歌 拍戏 每天都是连轴转 每天忙到深夜才睡觉 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在忙碌的工作和学习的压力之下 易烊千玺居然还能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 背后的付出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可能又有黑粉想说 他是不是又走后门了 我就想问一下 高考也能走后门吗 如果你觉得没有学过表演的易烊千玺 在《长安十二时辰》里还略显青涩 那在接下来的这一部 《少年的你》更是让所有人感受到了他的爆发力 为了转型 让大家抛开流量明星的偏见 他不惜在电影里被虐 即使满脸是血的时候 他的眼里也是有戏的 尤其整部电影 几乎都是脸部特写的镜头下 保证让你惊叹 这还是你认识的易烊千玺吗 最终 电影《少年的你》收获15亿元票房 登顶华语影史 青春片票房冠军 并成功入围 《暴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 易烊千玺也凭借着该片 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 和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 与此同时 他还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易烊千玺又一次爆火了 而他的这次爆火 彻底完成了 他从偶像到演员的转型 当有人说出那句你不是偶像 是演员的时候 易烊千玺瞬间热泪盈眶 至此 他又先后出演《送你一朵小红花》 《中国医生》 《长津湖》 《奇迹笨小孩》 五部主演作品累计票房133亿 位列中国影人主演票房的第十位 他不仅是前十位里年龄合资率最小的影人 更是唯一一个00后的百亿票房主演 一个属于易烊千玺的时代 正式开始 雷佳音评价 这个孩子真的好 这孩子确实招是喜欢 你们还要这个孩子干什么 唱歌跳舞 演戏 书法 吉他 贝斯 加速 标速 他19岁 你们还要这个孩子干什么 有一种天生的灵气 而且他非常吃苦 非常非常的敬业 能吃苦 天行以后的发展我觉得是 无量 我最近真的是成了他的粉丝了 我看了一个少年的你 我觉得他演的特别好 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和想象 而且他还这么年轻 就是作为演员来说 他有非常好的前途 包括我在生活中见到他 我也觉得 他是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一个孩子 大家都说他好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好 你看腿 断了几个人带 继续做 当然爬不上坡去 把拐扔了自己爬上去 从2017年到2022年 五年时间 一阳千玺的人生 如同开了挂一样 遍地开花 跳过来的舞台 不上坡去 都 contrad了